HELLO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詹姆熊 熊哥 我剛剛衝球的時候有一個動作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球桿特別下壓的很厲害 那為什麼會做這個動作 最主要是前幾天跟我們球勝的球友聊到 這個9號球的一個規則 讓我回憶到三十幾年前 那時候9號球的衝球犯規的規定不像現在的時候 我講的是舊的規則 那時候的一些情景 那這個聽我敘述以前這個故事 還有以前的這個開球的一些 9號球的一些情景 大家這個很多人真的是笑翻天了 好 那以前在這個 還不是現在這個9號球的開球規則的時候 那時候9號球開球如果犯規 如果犯規 如果犯規 萬一1號球再發球線對不對 那1號球要放在這裡 那如果說有兩顆球進了 那這兩顆球怎樣 不像現在有進球不用撿對不對 然後母球是全場自由球對不對 那1號球即使在發球區也是一樣自由球 現在規則 大家這三十年來印象的規則是這樣的 那以前是這樣子 1號球在發球區 要放到主點 然後進的這兩顆球要擺過來 touching ball 換句話說 接手的人1號球一定是百分之百safe 那另外以前還沒有push 我們都知道現在有這個push 譬如說 這個我開球犯規了 那您覺得這球不好 你可以push 以前沒有push 球還要靜帶的 飛出台外的 1號球在發球區內的 還要撿過來 以外還有發生一種情況 假設這1號球是靜帶或在發球區 好 那今天開球開成這樣 我開球 結果我犯規了對不對 這1號球靜帶或是在發球區內 那這1號球就要放這裡 然後換你打的時候 你是發球區自有球 那對不起沒有push 你還得解1號球 那你也不能接著犯規 不像Forting One 你犯規一個我扣一分什麼扣一分的 你還得解 你沒解到的時候換成是 我剛剛開球犯規人余翁得利 為什麼你沒解到換成我自有球 所以以前這個規則很有趣 那也因為以前這個規則會造成什麼樣的 造成大家在開球的時候 我都非常用力開球 因為為什麼我一定要把球開進 只要有把球開進 我哪怕母球飛出台外或洗帶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球竿來不及收 因為有些人那時候很在乎這個動作 有時候球竿來不及收的時候 球又回來又Double 第二次碰球犯規 無所謂啊為什麼 因為犯規之後 母球一定是發球區自由球 然後一定要往前打 所以下一顆球來講的話 就算一號球是嗆死 那你有可能在發球區有兩顆球以上 那你可能會變成這樣 會變成要這樣子 假設一號球是嗆死 那現在二號球在這裡 那你這樣一擺的話 就變成Touching Ball了 變成Safety 所以那時候開球大家一定是 很用力衝 好那還有一種 這個情況 我講到這個當時的規則 大家還不會說笑出來 會覺得很奇怪喔 那當然以前的規則 經過大家的改良 然後比賽 國際賽事的這個 慢慢的推崗 我講三十幾年前開始之後 所以大家就慢慢的思考 怎麼樣去改規則 歐美還有一些亞洲 一些協會也會提供意見 後來改成現在 大家覺得很好 很合理 而且是非常快節奏的一個 比賽的規則 好那剛剛我提到 我講這些規則 大家覺得沒有什麼好笑 但比較好笑是什麼 那以前喔 應該各位有聽過我講 或聽過一些前輩講 以前我們那時候 用的球桿 不是 因為那時候名字未開 那大家資訊也不夠發達 不像現在有網路 那以前那時候大家 的這個 所謂的學的這個 影片 或者是教學帶 因為是美 花式壯球也叫美式壯球 是美國人發明的 所以美國那時候是比賽 或資訊最多 所以那時候我們都是看 美國的錄影帶 一些知名的選手 麥克希格 還有 尼克華納 還有一些 包括史瑞蘭 他們的錄影帶 那時候有一個品牌 叫M牌 那個 非常知名的 一個M牌的球桿 那時候在台灣 就是因為有幾位選手 是幫他們代言 我們講美國選手 是幫他們代言 所以我們台灣的 我們當時的球迷 或是我們這些所謂的 業餘選手 那就會崇拜 那個球桿的品牌 那那個球桿 最出名的地方是什麼 它特別軟 所以我們那時候 買球桿的時候 都一定要這樣打 這個球桿晃得 百胡越厲害的話 那就是好球桿 所以那時候大家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常常在中長距離 要下賽球的時候 大家常常 這個要修正點 很難抓 所以中長距離 要打進做三顆星 做到下一顆球 那時候大家就說 喔好棒 那當然現在這種球 已經是很稀鬆平常了 好 那講到這個球 為什麼要講這個球桿 因為那時候 大家開球 正桿是用軟的球桿 開球桿 那時候也是用軟的球桿 所以開球的時候 就要像我剛剛 要這樣開過去壓 要有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是模仿美國 那些高手 好 那這樣子的情況 就會產生什麼 就會產生 球很容易飛出台外 那飛出台外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在比賽 或者是打球 尤其在比賽的時候 那大家都知道 球桌都不會間隔 在這間隔 也都是 頂多是 兩公尺以內的這個間距 所以我們那時候比賽的時候 隔壁桌要開球的時候 我們都會 都會互相提醒 欸他要開球啊 他要衝球了 我們就要等他衝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大家用力 從我飛出台外的情況 的比例喔 以現在來講的話 是高出非常多倍的 所以那時候開球 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在那個時候 有幾個選手 這個開球是非常容易 都真的是飛起來 還有人被炸到頭 這是時有所聞的事情 所以我前幾天敘述 當時的場景 跟當時大家 用的球桿都非常軟的時候 我們球友們 大家笑成一團 然後那時候 還有一部分人喔 一些前輩喔 跟我們講開球的時候 要打母球的上方 要強推 而且那時候 有一陣子 大家都是往上面打 為什麼 都是要開了之後 然後母球退回來 因為你一顆球 撞擊九號九顆球 一定會退回來 那為什麼要打上面呢 因為 打上面之後 母球再來強推 再來第二次 再來 再把球給推開 那有一陣子 這個開球的 這個強推的概念 或這種方式 在有一段時間 是幾乎 十之八九的人 都這樣開球 所以現在講出來 大家會覺得很匪夷所思 第一個規則上的匪夷所思 再來以前用的球桿是非常軟的 彈性很大的這種球桿 是匪夷所思 另外一個就是從球位 飛來飛去 還包括開球 是要用強力推桿 那我講這個三十幾年前的這個 當時的這個 這個等於是當時的這個故事 或是當時的這個普遍的情況 最主要是跟各位 回憶一下往事 再來跟各位講說 這個撞球 這個一路走來 不管是在規則技術 還包括我們撞球總會 在一九九零年成立到現在 真的經歷非常多的一些 酸甜苦辣 也有辛苦 也有非常有趣的這些過程 好那今天是2022年的第二天 那跟大家分享三十幾年前的有趣的故事 那各位聽了 會不會覺得 還蠻有意思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熊哥狀態教室 另外我在說明的地方 也會再PO一下 這個熊哥教學的一些細節 那因為昨天 有人在提了一些非常寶貴的意見 那我會再說明 好一樣疫情還是要注意一下 那新年愉快 大家保重平安